12月13日星期三带来了期待已久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吧 首先德国11月CPI中止将在上午7点钟发布 初步估计显示年通货膨胀率从一个月前的下跌1.6%有所反弹 随后11月的英国劳工报告将在9点半发布 11月份的报告令人感到意外 因失业率不及预期 11月份欧元区工业生产将在10点钟发布 9月份产量有所下滑 部分扭转了上个月1.4%的强劲涨幅 随后密切关注的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下午1点半 美国的11月CPI年通货膨胀率与11月份的预期一致 但核心数据自年初以来首次回升 被受关注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将会在9点钟发布 随后在半个小时之后将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市场预计在这次会议上加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2018年的后事仍不明朗 12月份澳大利亚消费者通账预期将会在凌晨发布 预计11月份的年通货膨胀率从一个月前的4.3%有所下滑 英国11月份的RIX房价指数将会在一分钟之后发布 10月份该指数不及预期 因为只有极少数的房地产测量师报告显示房价上涨 特别是伦敦房产继续下跌 澳大利亚11月份的劳工报告将在晚间12点半发布 尽管就业增长低于预期 但10月份失业率有所下降 同一时间发布的还有日本1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营人指数出值 受出口新订单强劲增长的推动 11月份该指数增长了8点 另外两个关于中国11月份经济的两条新闻将会在凌晨2点钟发布 包括工业生产 10月份的数据显示增速放缓 不及上个月的6.6%的增幅 第9月份以来的年增长率10.3% 10月份的零售销售也略显疲态 您正在收看的是星期三的经济日历 我是克亚斯 周四仍有大量的经济数据发布 所以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